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美東時間10月20日星期三 京港台時間10月21日星期四 歡迎收看時事天天聊 我是Sydney王愉賀 大家好 我是秦鵬 一個仇險級的囚犯日前是在中國吉林市成功越獄了 那最新曝光的視頻顯示這個仇險前特種兵 他的身手十分矯健 居然在三分鐘之內就完成了翻越三層樓高的大棚 切斷電網然後翻越鐵絲網的一連串動作 中共當局現在是以15萬元懸賞捉拿他 不過這個案件也暴露了逃犯的一個神秘的身份是脫北者 那我們今天也會探討一下這是怎麼樣子的一個人群 聰明世界的韓國大逃殺聯繫劇 魷魚遊戲獲得了很多人的追捧 當然那是一個虛擬的故事 而每日郵報也是英國的一個報紙呢 目前披露 有一個真實版的魷魚遊戲 目前呢正在中國每天都在上演 我們今天會聊這兩個話題 那當然喜歡我們節目的觀眾朋友 也歡迎點贊訂閱留言轉發 節目最後我們會和大家互動 那我們首先看到第一個這個話題呢 就是北京時間10月18日晚上 警方發布了一份協查通報 是說吉林監獄的一個叫做朱賢健的朝鮮籍罪犯 利用收工時間強行脫逃了 通報是說這個凡是提供線索協助抓捕這個嫌犯的 獎勵人民幣10萬元 那提供線索直接抓捕了這個嫌犯的就獎勵15萬元人民幣 那個新聞隨後還發布了這個吉林監獄脫逃這個在追捕的這個現場 然後呢就看到這個路口是設了護欄啊然後民警是家家戶戶敲門入戶搜查等等 那這份通告呢因為巨額的懸賞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 不過呢真正的讓這個消息變得火爆的 是因為網上曝光了這名朝鮮籍的囚犯的越獄錄像 讓很多人驚嘆 這簡直就是好萊塢大片般的震撼 很像真實版的建築連續劇越獄 是那我們也來看一下這個吉林監獄的攝像頭拍下來的三段囚犯逃離的過程 那一共呢這個是吉林的監獄 錄到了這個人的三個錄像 那其中的第一個呢是講到這個人穿了監獄囚服的朱銜件 獨自一個人在戶外行走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第二個段錄像 當時他驚動了這些獄警 我們看到右下角呢是看起來是有這個獄警在追他 而這個人 快速地爬上了這個大棚的頂部 這個樓應該大概有三層樓高 隨後呢他現在正在擊打的應該是監獄的電網 我們看到了那個地方是 霹哩啪啦地冒著這種電火花 可以看出他身手真的非常的矯健 對 然後現在下面這些警察都拿他沒辦法 對我們現在看到他已經破壞了這個電網 已經是 踩著那種磁製的電瓶是爬到了這種房子的就是整個高牆的這個上邊 然後呢是魚而下 是然後後來看到呢他是摔到了監獄外面的馬路上了 然後稍微調整一下呢他等一下馬上呢 就拔腿狂奔了 然後就消失了是吧 對 對 那中國的警方稱呢 這邊的逃犯目前是下落不明 當地發出的警方的通報說 這個名叫朱咸健的逃犯 是一個北朝鮮人 1982年 是 出生 那麼身高是160公分 主要的特徵什麼單眼皮 刮子臉 小眼睛 逃跑的時候還身穿著吉林監獄的勞改服 那很多觀眾是說這個人很像是特種兵 這個非嚴走壁伸手矯健三分鐘不到就破壞了電網 然後越下6公尺高牆的囚犯 他到底是什麼背景呢 根據中國裁判文書網的信息說 朱咸健2014年是犯下了 偷越國境罪盜竊罪搶劫罪 恕罪並罰被判有期徒刑 11年3個月 被處罰人民幣 16000元 然後他在服刑期間兩次獲得減刑 會在2023年的8月21日獲得釋放 起碼將驅逐出境 那Sini剛才這段話呢實際上說明了他為什麼逃跑 那有中國的網友也爆料說 他確確實實是一名 朝鮮退役的特種兵 而他逃跑的原因 是因為一旦騎滿 就要被中國官方 是遣送回朝鮮 在朝鮮呢他將面臨著被處決 因此呢還不如在中國越獄 那如果抓不到呢他就獲得了自由 而如果抓到了呢在中國 也不會因為越獄就判死刑 實際上呢我們從中共警方的通告也可以看出來 他在2014年犯下的第一個罪名是 偷越國境罪 也就是說從朝鮮越境逃跑到了中國 隨後他為了活命 盜竊搶劫最後被捕 是 所以看他的身份跟一般的囚犯是不一樣 他根本就不想要被釋放 那我們看到他是一個脫北者 其實從朝鮮呢逃離到南方 不管是韓國還是到中國的人 有一個經常被外界叫的一個名字 就是這個脫北者 那這也是一個很神秘的人群 所以我們今天也來探索一下 他們都是些什麼人 那逃亡過程在中國和韓國 會發生什麼 那逃出升天之後又會 會怎麼樣改變命運 那實際上我們之前有前幾天也提到過一些脫北者的人物 那就像我們之前討論了這個Netflix當紅的電視劇 魷魚遊戲 參加遊戲的人裡面有一位 脫北者女孩 就叫做江曉 他是67號參賽者 那在劇裡面他是一個帥氣的短髮造型 所以後來很受歡迎 那在劇裡面參加遊戲呢 是為了要幫助一起逃跑到韓國的弟弟 有一個更好的生活 還想要掙錢之後 把還在北朝鮮的媽媽 接到韓國去居住 江曉呢是一個虛擬人物 但是呢有一個真實的脫北女孩 現在生活在美國 也生活在紐約 而且呢被全球敵意的人熟悉 這個女孩呢叫做 朴妍美 2007年 她在和母親 逃離朝鮮到了中國的時候 只有13歲 最後呢她終於在韓國定居下來 今年呢她是27歲 現在在紐約的 強春童 大學 多倫比亞大學 讀書 同時呢她還是個知名的 朝鮮人權活動家 經常站出來呢 批評朝鮮當局 是 那她2014年的時候在世界 青年峰會上面是講述了自己的 悲慘 經歷 也讓她成為全球知名的 脫北者 我們來看一下 那因為視頻沒有字幕 所以我會在這邊為大家同聲翻譯 我在朝鮮長大時 我沒有看過男女之間的任何愛情 因為沒有電影 沒有歌曲 也沒有媒體報導 我沒有說 9歲時 9歲時 我看到我朋友的媽媽被公眾處決了 她的罪行只是因為看了一個好男人多電影 那當我4歲時 我媽媽告訴我 连轻声细语都不要 小鸟和老鼠们会听见我 但我承认 我当时以为朝鲜领导人 能够远距离读懂我的思想 我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停止 遣送多美者回国 我也希望世界青年领袖的中国代表们 能够发挥你们的影响力去发声 谢谢大家 我们看到就是这个非常著名的演讲 让她成为了2014年BBC选出的 全球百大女性之一 那这个演讲中 她其实还透露说她设法到中国时 这种恐慌仍然持续地跟随着她 她说在他们逃跑的第一天 一个中国的经纪人就强奸了自己的妈妈 那现在这个演讲的视频在YouTube上的播放量 已经达到九千万次了 对 平安美的父亲是朝鲜的一个军官上校 她还曾经回忆朝鲜的政权 喜欢让高层官员观看这种处决秀 就大家经常会讲说炮决什么权决等等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处决 高层官员的这样的一些表演 那平安美本人呢她也曾经看过是11个音乐家被处决 这让她感觉到恶心和恐惧 是 逃离北韩的人就是逃离朝鲜的人 他们是有各种各样的身份 就像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视频中 就是有军人身份的 也有普通居民身份的 那甚至还有一些是前朝鲜政权的官员 著名的有前北韩人民会议常设会议议长 黄长叶 还有前北韩驻英国公使 泰永浩等等这些人 那脱北者的这个现象最早开始是1990年代中期的北韩饥荒 当时因为没有了苏联的援助 所以朝鲜死了300到500万人 那很多人都为了逃命 为了活命逃跑到中国去 一个很著名的例子 就是今年参加英国地方选举的蒲志贤 他在定居英国之前曾经两次逃跑 那他的经历也很不简单很艰苦 他第一次逃到中国的时候 是被人贩子一大约700美元的价格 就卖给了一个中国农民被迫结婚 这据说也是很多逃跑到中国的朝鲜女子的宿命 那他是被迫和酗酒的丈夫生了一个儿子 可是他一直活在恐惧中也不敢反抗 因为如果被发现抓到中国当局会把他们送回朝鲜 然而五年之后呢 他还是被中国当局抓获 被驱逐回朝鲜与儿子分开 还被关进了劳改营 那接着他第二次呢又冒死逃到了中国 之后辗转到了联合国获得难民身份 在2008年呢是获得庇护在英国定居了下来 对 在正常国家呢 这些逃北者都被视为是难民 而且呢按照韩国的官方 称他为是北韩脱离居住民 也叫北韩逃亡人士 因为韩国的这个宪法第三条就规定说 大韩民国的领土是朝鲜半岛 以及呢附属的岛屿 这也就意味着那些脱北者在内的全体朝鲜国民 在法理上是韩国的公民 然而呢尽管中共当局是1951年 联合国难民公约的签署过 而该公约呢就禁止将难民 遣遣送回呢他们面临迫害 或者是酷刑风险的这样的国家 而且在1995年 中共呢也和韩国政府正式的建交 但是呢中共还是将朝鲜的叛逃者 所视为非法移民而不是难民 所以呢如果朝鲜人在中国被抓住 中共当局会将他们强行的遣返 而且他们所生的中朝的混血小孩 中共往往也不会给他们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的身份 因为在中国没有办法获得难民身份 连合法打工都可能被遣返 所以这些人往往只能够私下从事体力劳动 或者是做一些非法的活动 像是偷窃抢劫勒索走私等等 所以事实上也给中国带来了一个 这个治安的隐患 但是在中朝两国对脱北者采取严厉的措施 像是这个遣返劳改甚至处决之后呢 又产生了更大量的脱北者 对那我作为我个人呢曾经多次听说过 逃到中国的这种脱北者的遭遇 我在以前呢给过一个连锁集团的客户做企业的管理咨询 那个时候呢老板实际上提到过 就是朝鲜这金家政权的时候 他是咬牙切齿 他说呢他们不是人 为什么呢因为在他年轻的时候 他在吉林的沿边 就亲眼的在火车站看到过一群的脱北者 当时是被中共的警察看压着 而他们的肩胛骨上是穿着这种铁丝 把这些不同的人都穿在一起 而这些人呢因为可能是痛苦已经过去了 或者是感到一种绝望 所以脸上已经是完全没有表情 是他说的 所以呢这个老板还说呢说 当他们被送回去的时候 那么这些人会被判刑或者处死 当然也有人跟我说过 就是他们亲眼看到过 这些人呢被送到中朝边境的时候 那会被朝鲜来接应的人 是当场是敲碎这种腿骨 因为怕他们再次逃跑 是 非常的残忍 所以很多人对于脱北者都是相当同情的 那到了中国的脱北者 多数也会逃到其他的国家去 部分人呢会试图逃到韩国驻沈阳的领事馆 希望能够被送到南韩去 但是中共近年来呢 又加强了对于韩国驻沈阳领事馆的安保 所以脱北者呢又只好是另辟蹊径 逃往韩国的新途径呢 一个呢就是去蒙古国的边境 但是呢这条路径也是很艰难 是因为需要穿越沙漠 所以选择的人也不多 那还有一些人还是会通过中国 再到东南亚国家 例如泰国去 在那里呢他们会被官方认定为非法移民 在监狱中服刑完毕后就可以被送去韩国 那也有脱北者是选择逃往日本的 当然我们也知道到日本的话呢 经过海路 所以这也是非常艰难的路 而之所以不断地在逃跑呢 是因为他们直接逃到韩国 在这个三八线上是有这种严密的封锁 而逃到中国呢 又可能面临着被遣送 甚至更糟糕的一些待遇 那么根据这种脱北者的真实故事呢 也诞生了很多的作品 比如呢前两年火爆的电影是隐秘而伟大 就是呢由韩国的著名的影星 丁秀贤 李炫宇 朴基雄等等是联合主演 此外呢日本 香港等地呢 也有一些影视和漫画作品 描写了这个特殊的族群的人生的悲剧 是 你就看到悲剧在真实世界 其实是天天在上演 那我们节目之前讨论过这个 现在在九十多个国家爆红的鱿鱼游戏 我们是说它背后影射的是共产主义的社会 后来发现呢和我们持相同看法的观点还不少 像英国的每日邮报16日就出了一则报道 它是直接简明中共 报道中是说中国正在上演真实版的鱿鱼游戏 那从哪里最可以证明呢 就是活摘器官的这个部分 在鱿鱼游戏里面 基层游戏的组织者是偷偷的 是背着这个游戏组织者 把遗体的完整或者是甚至还没有死去的 参赛者的器官摘去脉 谋取暴力 那这个情节呢正在中国上演 但是不同的是 中共政府是上到下 有系统的这么做 那每日邮报的报道中是举了很多例子和数据 还有调查员对医院的采访 那这个报道说呢 中共每年会从成千上万名的政治犯 或者良心犯身上摘除心脏肾脏肝脏还有眼角膜 一个由政府运作的安定单杀人的器官贩卖 正在大规模的运作当中 当然我们也知道呢 中共对此事是不承认的 就在鱿鱼游戏上映的一周前 北京政府呢还否认过联合国人权专家 对他们大规模的活摘器官 赚取暴力的一个指控 是 那报道中是说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曾经派出九个专员 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去搜证 调查中国境内可疑的器官捐赠率 怀疑中共成立了专属的机构 对包括法轮功学员、维吾尔人、藏人、穆斯林 还有基督徒执行残忍的活摘器官手术 而且很多人在不知情的状况下 被迫进行血液测试、器官功能检测 照超音波或是X光等等体检的手续 那其实呢他们不知道这些要干什么 其实为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活人器官库存清单 是 那今年的六月呢 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的办公室 在官网上是发布了12名人权专家联合的一个声明 他们表示对于中共活摘器官感到极度的震惊 联合国的这个调查报告中说 中国的市场中最常见的器官是心脏、肾脏、肝脏和眼角膜等等 由于呢器官贩卖的过程 重度依赖医疗人员的参与 许多参与行动的外科医师、麻醉师等等 都是由中共当局分配 在军警人员的威胁下秘密地进行了无数活摘器官的手术 是 之前我们新唐人的新闻大家谈节目也采访过 在中国参与活摘器官医生 那他是之前在乌鲁木齐铁路中心医院肿瘤外科做外科医生的 他说他刚开始被他的主任带去活摘器官的时候 都还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后来才明白过来 那我们也来听一下他的这段采访 包也打开了 都已经准备好了 然后我就开始问这个麻醉师 因为我们常规做手术之前都要看一眼麻醉师 麻醉师点头我们才可以 但是我也是用那种常规的那种眼神看了他一眼 然后他说你看我干啥 我说没有打麻药 然后我才反应过来 根本用不着打麻药 因为他已经半死了 然后我就开始切开 然后切皮肤的时候可以看到出去 在切皮肤的时候看到出去说明这个心脏还在跳 而且这个人他还没死 他全身就是那种他还在做了一番挣扎 但是他已经没有那个力气了 然后他的挣扎也没有阻碍手术 你就说他的那个挣扎很弱 这段采访如果想要看完整采访的观众们 可以到7月12日那一期的新闻大家谈去看 那联合国调查员他们发现最蹊跷的地方是 在中国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人 竟然可以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去预约手术 这个在其他地方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因为外科医生他没有办法预测这个选择成为器官捐赠者的人 什么时候会死亡 所以对于很多需要器官移植的人来说 等一个器官是需要好几年的 因为这个接受者还必须要和这个死者 就是捐赠者的血型相同 器官大小相同 但是在中国他们发现却不是这样 代表中国是有一个丰富的器官库的 而且可以随时取得 那这个随时取得就有一个更恶心的事实出来 就是这个器官库还是个活人器官库 对 那我们知道器官的移植实际上是非常难的 不仅仅需要血型 需要器官的大小 还需要组织的配型 也就是说在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人里面才可能找到一个 而我们也知道来自于捐献者这样的一个比例 也是非常非常的这种去难匹配的 所以世界上其他的国家 比如说像美国有器官捐献的传统 那我们知道说在美国一个人考驾照的时候 他就会让你去选择要不要捐献 这样一旦发生意外死亡的时候就可以展开匹配 所以美国的三亿人中有一亿多人是自愿捐献 但即使这样在美国等待一个肝脏和肾脏需要大概两到三年 而在中国却只需要一个星期最多一个月就可以了 这实际上是一件完全没有办法去合理解释的一件事情 是 2019年中国法庭的听证会上 一个卧底调查员打去中国医院的通话中 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那说到了这个中国法庭是由中国滥用器官移植国际联盟 我们所委托设立的一个民间法庭 那这个法庭他的这个报告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个认可 是 那这个调查电话中是说山东省某军医院的一个叫做冯震东医生的 他在电话中是告诉这个假装需要器官的调查人员 说他说每个月都有新器官最快每周都有 这说明他们的这个器官量是相当大的 而且这个医生还保证说三天就能够做移植手术 那美日邮报说呢 尽管中共的活摘器官几十年来都一直有据可查 但国际社会几乎无能为力去阻止这种可怕的交易 因为中共向世界卫生组织很少去报这种移植的数据 世界卫生组织也只能被迫地接受成员国的官方的统计的数据 是就是他少报了这个北京向世界卫生组织的移植数据呢 其实这个是不正确的少报了非常多 那中国滥用器官移植国际联盟 这是ETAC的执行长苏锡他就说 中共当局过去是声称每年仅仅执行1万到2万次的器官移植 但是呢深入分析中国官方的医院的收益 病患人数床位使用率还有手术记录这些资料 就会发现中国每年进行器官移植的次数 最少要在6万到10万次以上 对这个数字呢是相当的恐怖 但是又非常的具有真实性 《每日邮报》还引用了中国法庭上 一位法轮功学员的证词 这个人呢是被中共关押了两年多 现在居住在澳洲叫做刘金涛 他说2006年他和8名吸毒犯关押在一起 警卫是所使吸毒犯定期地殴打他 有一天那些吸毒犯殴打他的这种背部和腰部的时候 一个警卫就跑过来告诉他们说 不要伤到他的器官 是 这就好像这个鱿鱼游戏里面 专门找一些遗体完好的参赛者 要去摘取他们的器官很像 但是呢中共政府就是有意地想要保留这些人的器官了 就这代表是不一样的是有系统的从上到下的在做 那刘金涛他是说他2007年底 和其他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一起接受了一系列的医学检查 包括什么测量身高体重啊抽血啊 进行X光透视等等的 那都没有告诉他们这个体检是为了什么 刘金涛说呢也从来没有收到过检查结果 但是考虑到在他在劳教所遭受到的对待 刘金涛也不相信当局是在为他的健康着想 对 那法轮功学员呢也因为是修身养性 经常呢身体整体是很健康的 所以呢就是我们也注意到中共呢也恰恰因为如此 却摘取了他们的这种器官 所以呢这是一件非常令人发指的事情 是还有另外一位被关了六年的法轮功学员于心辉 他是说一个监狱的这个医生是曾经提醒他 要小心这种事情 他是说呢一个同情法轮功学员的预警偷偷告诉我 不要去反对共产党也不要去抵制他们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时间一到 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死掉 你的心肝皮和肺会被带到哪里 你根本都不会知道的 这个是余先生在他的证词中说的 对 那报道呢也列举了被关押过的维吾伍尔人 叫做祖穆雷特 达乌特 他这样的一个例子 那这个女孩呢她回忆是在被拘押的第一前 就被带到了医院接受器官的扫描 那么我们当然也知道呢说 虽然呢面对国际社会这么多年的 这么多的这种证据充分的指控 中共当局一直在的是否认 所存在强制的摘取人体器官的行为 反而呢说呢联合国的这种声明 是捏造和诽谤 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罪恶 现在却越来越被世人 包括中国人所熟知了 比如在2019年的时候 301医院的微信广告就泄露说 中共的领导人最新的保健工程 以延长寿命到150岁为目标 这个当时就让中国的网上炸了锅 因为很多人一下子就想到了活摘器官 因为按照现在的正常的这个科技 一个人是很难去保持一个人群 那么多老干部的人群都活到150岁的 所以当时有网友就说随便换器官活的能不长吗 还有网友说呢他们都不想死 活着继续祸害老百姓 所以后来呢是301医院赶紧撤掉了那个广告 才给出了一个非常荒唐的理由 说不当使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名义或者形象 反而呢显得是欲盖弥彰 是 我记得我们之前节目讨论过一个中学生的一个例子 当时呢是非常轰动的一个事件 就是说这个中学生是自杀了 可是又很奇怪不让家长去看他的遗体 或者看监视录像 然后记得那时候很多观众就留言说 他的器官可能就是被拿去不知道给哪一个高官了 所以看来很多人呢都是现在都有这样子的意识 就是活摘器官在中国在发生着 那其实也是我们刚刚举的都是活生生的人 活生生的例子 还有数据呢也都证实了这一切 就很难想象在世界上 还有这样子的事情在发生 不过却是千真万确的 所以我想我们身为一般人能够做的 就是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恶行 那相信大众的声音集结起来 还是有办法遏制这个暴行的 对 刚才有网友在观看我们视频的时候就在说呢 他说我始终无法相信有这样坦绝人寰的事情 这就失去信仰的结果吗 什么样的人会接受这样的器官 不怕报应不怕地狱不怕有阴魂不散 确确实实中共呢因为这几十年来毁坏了 中国人的这种道德信仰 所以呢导致很多人其实不怕这些报应 那我们也知道刚刚去世的这个欧金钟 他之前刚刚在10月18号的时候 中共的警方先是发布说他是被抓了 但是呢很快的之后又发布了另一个消息 说他是叫做违罪自杀 所以呢很多人就在去想 那么为什么被抓之后被警方的话 控制起来之后还能够违罪自杀 那指明证明呢这个人是被自杀 对的确呢现在呢包括美国这些国家 联合国机构等等呢正在和WHO 还有众多人权组织是携手起来 加强调查中共高层内部设计的摘取活人器官的机关名单 就是希望能够嚇阻中共去建立这个国际地下器官银行 对也希望呢我们的观众朋友 如果您呢知道相关的这些信息的话 也可以通过邮件或者其他的方式去联系我们 我们会把相关的这些信息呢转交给人权组织 让我们呢一起去制止中共这场惨绝人寰的罪恶 也非常的感谢我们所有的人这种正义之举 是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聊到了一个视频曝光是朝鲜籍的囚犯 他在吉林越狱了然后他的身手非常的矫健 让我们也讨论了他的身份其实是一个脱北者 然后我们还探讨了很多关于脱北者的故事 还有现在英国媒体每日邮报它报道的说 中国正在上演真实的鱿鱼游戏 那这个最真实的部分呢就是活摘器官 所以呢我们刚也讨论了这个活摘器官的很多的证据啊 还有采访啊等等的包括曾经参与的医生都出来 自己的这个讲出来的证词 好的那样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和大家互动一下 对刚才呢我们看到是在讨论的时候 那么由小五毛可能是在里边是在去发布 这一切看起来是骂人的话 那么辱骂别人信仰的 结果的话我们也看到很多网友呢在去是制止他们 而且他说你们就没想到过自己只是工具人吗 其实就有时候呢得知这种信息说他们可能一时无法接受 我觉得和他们平常接受到的东西太冲突了 所以就会导致有这些比较激烈的行为 那当然呢我们也可以就是去善良的对待他们 看到大家今天互动非常多 所以我只滑不上去这个最上面的内容 只看得到这个最新的 那我看到一位是全是韩文的这个名字的网友 他说中共太喜恶了 卖器官赚大钱 然后外援也在说 游戏游戏也想不到的中共都可以做得到 对有几个网友呢实际上讨论到了现在的朝鲜的这种生活 那有一个网友呢 哈德靠达尔就在讲说 朝鲜人们今天活成这个样子 全部因为土共出兵帮金家入侵了韩国 而不支持的土共呢 竟然还拍摄颠倒黑白的电影是《长津湖》 是 这个《长津湖》这前一阵子讨论的非常的多 那大家都说可能这个是中共想要 就是再出去洗脑人民 然后让他们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了 就是要爱党爱国 然后就冲到第一线战场上去卖命了 对 去制造炮灰的这样的一个洗脑的电影 也许也在未来发动是侵略我们叫台湾也好 或者是在全球扩张的时候 想准备更多的这种炮灰吧 有一位就是又是名字 可能是质文 所以念不出来的网友 他说给各位五毛播放《玻璃心》 那一期的节目或者我那个歌的话 我觉得非常好听 大家真的是可以再去多听一下 《玻璃心》我昨天看已经突破750万了 那很棒 现在看是五天已经突破8.9M 所以即将要迈入900万播放 那很快到达千万了 对 非常非常值得看一下 大家可以去看看 是 非常有才那个歌曲 是 现在我们的导播非常给力 马上就准备了这个视频 那有一位观众张文宗他在说 要跳下去没死呢 不给父母检查看器官还有没 这个在说这个 我记得那个是49中的这个案件 就是一个中学生 对 一个高中的这样的一个学生 是 那好的 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就到这边 非常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还有EGI的支持 我们也会持续的为大家跟进 还有分析时事 那非常感谢大家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